水母是电影 那一孩你会懂 大家好 我是小飞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奇幻电影 猫的孩子 影片开始 为了给爷爷助寿 一大家人聚在一起 十分热闹 饭桌上 每个人都相互炫耀攀比着 自家孩子获得的成就 我们的男主水哥 因为成绩一直不理想 所以十分慌张和窘迫 为此 他的妈妈十分烦恼 妈妈最大的希望 不是大富大贵 而是儿子水哥能够有所成就 但不管水哥怎么努力 都达不到他的要求 而他的爸爸是个甩手掌柜 永远只强调学历最重要 却从来不以神作则 还在外面沾花惹藏 长期遭受家暴的妈妈认为 棍棒底下出状元 所以对于家教老师的惩罚 她选择默示 她渴望通过儿子的成功 来获得家族的尊重 和丈夫的回心专益 在这种环境下 水哥越来越沉默 越来越软弱 成绩反而越来越差 而在爸爸控制下的妈妈 除了水哥以外 能带来慰藉的 便是家里养的那一窝猫 彼此偶然的机会 水哥闯入了女孩 小白的平行世界 小白同样遭受着父母的折磨 而在这个世界里 只要她揍了最后一名 在现实里 就可以拿到第一名 她告诉水哥 只要看到蓝色月亮 她也就进入了平行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 只要完成自己的任务 相对应的 在现实世界中 就会拿到第一名 水哥的任务 则是杀猫 为了像小白一样 完成父母的期待 水哥开始了杀戮 只要在平行世界里 杀死一只猫 那么现实中 她就能顺利拿下第一名 但实际上 只要水哥在平行世界里 杀掉一只猫 在现实世界里 就会消失一只猫 水哥把这个秘密 告诉了她的家教老师 老师建议水哥的妈妈 带她去看精神科 但是只看中成绩的妈妈 并不相信 一次偶然的机会 妈妈得知水哥虐猫 但看水哥的成绩 一直有所进步 并不相关太多 随着水哥杀的猫 越来越多 她频频出现幻觉 并且越来越依赖 她所谓的平行世界 在一次重要的考试中 水哥总能听到 凄惨的猫叫声 但老师并没有发现 任何一只猫 妈妈屏蔽老师的劝告 在考场外寻找着 打扰她儿子考试的猫咪 随着天花板 不断掉下的鲜红花瓣 出现幻觉的水哥 越考越差 对于爸爸的殴打 妈妈选择了沉默 此时 妈妈也发现了水哥 虐猫的秘密 但压迫并没有丝毫减少 随着是越来越多的 补习课程 一次又一次的癫狂 质问了患得家庭的和解 妈妈对自己的关心 可这一次 她被发现了 因为虐猫 水哥被警察抓走 在去警局的路上 水哥遇到了妈妈 这一瞬间 水哥再也控制不住 自己的情绪 她一遍又一遍地问妈妈 爱不爱她 为什么要在乎成绩 学历真的就这么重要呢 为什么自己的努力 你们却看不到呢 可是她的呐喊 她的难过 并没有让妈妈醒悟 取而代之的是冷暴力 被压不到自残的水哥 看着妈妈 几乎哀求地问 可不可以抱我一下 我受伤了 妈妈却冷漠地回了一句 先去吃药 水哥爆发了 他像杀死那些猫一样 掐住了妈妈的脖子 突然间 家里唯一幸存的猫 生下了一群猫蜜 那一瞬间 水哥松开了手 那些他杀过的猫 就和他自己一样 他害怕妈妈的期待 那份爱 重得让他喘不过气 其实 他只是想要杀掉 被摸爱裹挟的自己 而妈妈突然醒悟了过来 自己给了孩子 太多不该有的压力 忽视了他也需要被爱 影片的最后 妈妈选择了和丈夫离婚 水哥也不再被迫学习 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 其实 父母总是用为你好 来绑架孩子 可是否真正的反思过自己 这样对孩子来说 是出于爱 还是出于控制欲呢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猫的孩子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